像你们做网红的 你们真的是躺着挣钱吗 能跟我们小透露一下 你大概的收入能多少吗 躺着赚钱的谁开始都以为是吧 做了这个之后吧 真的体验到了这里面的心酸与坚果 我们也在想 之后是不是有什么一个时机 回中国有一些好的一个发展 先买一套房 你看人家做网红的两年 就打算在北京买一套房了 我这几年我就发现了很多国家的外国学生 都想来学中医 未来有计划是想留在中国当中医吗 在这边 我自己认为我不是什么的一个外国人 这里是我的家 我就希望这里的原因就是 我喜欢这边的中国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西问中外对话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曾奈 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非常有意思的朋友 一位是韩国朋友朴隆硕 我叫朴隆硕 我来自韩国 我现在在中国的甘肃学中医 另外一位是中国朋友江浩 他现在在韩国是一位在韩国的博主 江浩你好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小韩在韩国的博主江浩 我现在主要做短视频 还有一些直播带货相关的事情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位他是在韩国的中国朋友 一位是在中国的韩国朋友 而我因为之前在韩国住外了三年 我也是刚刚从韩国回到北京 所以说我们三个人跟中韩之间 都有非常不一样的缘分 朴隆硕 你为什么当时会来到中国学习中医呢 这个跟我的个人的经验有关系 我以前我自己得了病 当时通过我西医没治好 然后我自己接触了 偶然接触了一个中医 然后就通过中医 慢慢我的身体就调理好了 所以我对这个中医有兴趣 会决定来中国学习中医了 我自己学了一点的证据 我每天我可以自己加仗 那我看你好像是2010年就到了中国 那个时候你会说中文吗 我会说 我来中国以后就开始学习了 其实语言方面不容易 还得学这个古文 因为我在韩国已经放弃了很多 我为了来就注意一下中国学习 当然这个学中医是特别不容易 而且需要很长时间 所以这中间不能放弃 所以我每次上课之前我自己好快预期 提前如果看书 如果不预期的话上课根本听不通 那现在在你身边的这些外国同学学中医的多吗 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没有很多学生 当时我来的时候我们学校里 我没见过外国留学生 只有我一个学生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我这几年 我就发现了很多国家的外国学生都想来学中医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学校有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学生 他的意思是在俄罗斯找针究特别受欢迎 所以他是阿尔克大夫 但是还是想学这个针究 所以决定来中国学习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医疗 我也想到就是韩国的医美产业也是非常发达的 我在韩国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韩国的男人们也是非常注重自己的这种皮肤的保养的 是不是 我想问问江浩 像你在韩国也已经都十多年了 你平常出门会化妆之类的吗 化妆倒谈不上 就是基本的保养会有 像平时擦点水乳这种基础的保养 然后最近就是做短视频 还有直播这块吗 稍微注意了一下自己 这个一表一容这块 前段时间还没事自己修修眉 做点这种 然后偶尔会打点底霜 或者什么 有时候要出镜吗 我在韩国的时候也是 我去修眉的时候我就会遇到就是真的是老年的夫妇两个人 像爷爷奶奶手拉着手进入闻眉店在那闻眉 然后这个场景当时让我还是觉得挺震惊的 也就是说现在在韩国这种像半永久啊 闻个唇闻个眉啊 或者闻个眼线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普通的 不管是男女对的这个东西都是比较认可的 我也想问问朴仁硕啊 那你作为一个原装的韩国朋友 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那你现在还会这个定期的这个进行保养之类的吗 没有 我在韩国的时候天天穿一个西装带领带 怎么用一个护肤品什么我都做了 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 我在韩国生活当中 不太喜欢特别韩国人很重视一种外貌的一种外在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人的美丽我觉得不在外貌 我就在内在的美丽我觉得更重要 长得不太好的有点欠缺的他们会受到一种有种压迫感 所以说现在就是基于整个社会层面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很多大的企业或者很多企业 现在就在招聘人的时候不让放照片 直接以看你个人简历能力来决定你的 一个是否被录取或者是否要面试这个 我看你在疫情的时候也拍了挺多的视频 有关于健康包啊还有防疫物资的 你当时是在现场吗 国内稍微稳定一些以后 突然韩国这边开始出现对短缺的问题 中国人也好或者韩国人也好 都是面临一个口罩极度紧缺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时就国内咱们国内嘛 政府就给了咱们很多健康包 当时我们因为分发这个人群比较多嘛 几万人的分发 所以我们当时就一块就协同 在韩国大使馆各个机构组织 然后一起进行分发这些健康包的活动 当时我在韩国买口罩的时候 他都要是按着你的生日 出生年月 摇号买口罩 就你每周只有一天 你能排号去买口罩 那个时候确实很不容易 当时也挺紧张的 朴蓉硕你当时疫情的时候 整个疫情的期间 你是也在中国吗 你当时有遇到什么危险吗 没有 因为我在甘肃 当时甘肃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所以我没有什么感觉到一个危险 那朴蓉硕你现在有打疫苗吗 我打过 两次我在这边打了 江浩你现在在韩国打疫苗了吗 现在还排不上队 因为韩国整体的疫苗比较短缺 先是从年龄比较长的开始打 然后之后年轻人一点点在往后推进 估计我们打上估计得 真的得年底 目前是没希望 我现在和朴蓉硕 我们俩属于比较安全的状态 那江浩你还是在韩国要保重啊 你还得进去拍视频呢 对于很多韩国年轻人来说 网红已经作为了一个职业梦想 像你们做网红的 你们真的是躺着挣钱吗 你这看我虽然躺着赚钱 那谁开始都以为是啊 做直播做短视频 这块感觉就是简单的 那么几分钟那个视频是不是 简简单单的 一会儿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但是自从做了这个之后吧 真的体验到了这里面的心酸 也艰苦 你现在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啊 除了睡觉都在工作 这个真的不是夸张 你能跟我们小透露一下你大概的收入能多少吗 这个的话怎么讲 这个东西肯定是做直播着有付出是有收获的 但是中间的话直播并不是简单的说是靠一张嘴就说几句钱就来了那种 并不是的 像你每年回到中国的时候 你有感受到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每年回国的时候 其实最大感受感觉 是中国的变化比较大 相比这十年韩国的变化 中国变化太大 我们也在想 之后是不是有个什么一个时机 回中国有一些好的一个发展 去中国发展一下 欢迎来北京啊 好地 先买套房 你看人家做网红的两年就打算在北京买一套房了 这个目标有点太远大了 但是有个小目标 韩国网红的小目标 先在北京三环买一套房 开玩笑 开玩笑不要 我想问问朴仲硕 像你在中国十多年了 你对中国互联网有什么看法吗 我以为中国的网络方面 互联网方面是最最发展最快的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我们出门 每个人都从来不带现金 不需要这个现金 我只有带一个手机就可以了 那像你未来有计划是想留在中国当中医吗 还是想要回到韩国去呢 我就在这边当中医 我是这么想的 我就喜欢这里 我自己其实 我自己认为我不是什么外国人 我在这边生活 我就是这里的人 这里是我的家 我就喜欢这里的原因 就是我喜欢这边的中国人 因为中国现在在发展 很多人对中国并不太了解 同样中国对中国人 因为国外有很多地方也不太了解 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在海外的华人吧 都应该作为一个桥梁 中外一个交流的一个桥梁 让大家互相去了解 互相去融合 有什么误会能通过我们来去慢慢的去消解 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一点 现在很多人想来中国发展学习 我就跟他们想说这一点 来中国 把中国别当别的国家 想当自己的家一样 要爱中国 要爱中国人 爱自己的家人一样 就这样想的话 我觉得在中国生活 一定可以没有去 两位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都是属于是常年在异乡打拼的青年人 非常感谢两位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 也感谢大家关注东新委中外对话 我们下期见